满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悲心,观心六道众生》 我们前面摆了六个桌子 这六个桌子上面写了 唯天道念佛 为阿修罗念佛 为所有人类念佛 为所有地狱道念佛 为所有恶鬼道念佛 为所有动物道念佛 为现世父母念佛 为往生父母 历代祖先 冤亲债主 流产胎儿 为往生排位 为消灾排位 以大悲心 以大悲心 以成佛的菩提心 以无我的空性 一心念佛 那这个是重点 念佛不是为了自己往生净土 如果你只想自己往生净土 那就不是大悲心 念佛是为了帮助其他众生 脱离六道轮回 往生净土 如果你会这样念佛 请问自己会不会往生净土 就会了 因为为别人 为众生 才是为自己 那各位要有这种 健康的思想 所以学大乘佛教 就是不要自私 自私为自己 就不是大乘佛教 所以 一心一意 为别人 为众生 所以这个地方我刚刚看了 叫菩提院 这个菩提有三种菩提 第一种是各位知道 叫阿罗汉菩提 他是为自己解脱的 第二种叫圆觉菩提 那是体悟生老病死 而解脱的 那第三种 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那叫佛菩提 第一 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是希望将来跟阿弥陀佛一样 能够有能力 有净土 来帮助所有众生 都到净土 最后成佛 所以大家要发起这个 大悲心 菩提心 以及念的时候 完全放下自我的空性 以这个空性来念佛 那念佛的时候 关心的对象是什么 念一下 所有马来人 所有印度人 所有华人 所有敌人 不能恨哦 你老公有小三 要为小三念佛 你说你念不下去 那你就没有慈悲心 你一定会为你的祖先念佛 很多妈妈 会为你堕胎的小孩念佛 但是佛教讲的空 就是平等 冤亲平等 如果你心中还有一个恨 不喜欢对方 那你就没有一心念佛 所以我们要念佛的时候 重点在于动机 而不在于哪一个佛号比较好 没有分的 要师佛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都是绝对平等的 绝对不为你念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就跑出来嫉妒说 你怎么不念我名字 没有一个佛会如此 但是人会如此 有时候一些人 我念阿弥陀佛 你怎么跟我念不一样 不高兴 这个就是分别心 那就没有大悲心 这样就不圆满 所以 我们现在大家 来为六道众生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刚刚刚各位做了干肉丝食 就是希望那些孤魂野鬼 都能够来 为什么因为我们给他吃食物阿 给他药阿 给他一点点 甚至他有时候喜欢闻味道 刚刚刚各位在外面有烧 烧东西 为什么要烧东西呢 因为鬼道是西味道 西的味道 你用一块豆腐 你用一块豆腐去拜 拜大八公 我讲福建话听得懂吗 听说这边福州人 我不会讲福州话 你用一块豆腐去拜大八公 拜周生 那个豆腐就没味道了 所以 那个豆腐就很快就臭掉了 一块豆腐本来四个钟头 五个钟头才会臭掉 但是如果你用豆腐 回去你要试试看 用很香的豆腐 给他拜土地公拜周生 一个钟头他就臭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西味道的 所以我们拜拜一定要点香 只是现在的香 都是化学的 没有食物在里面 比较便宜 那真正的香 是用最好的木 乃至最好的食物 还有一种是最好的药材 人会生病 鬼也会生病 我们的阿公 他是得心脏病死的 如果他还在执着 他就还在痛 他就还在痛 他就不会超度 而且他回家来 在家里绕来绕去 阿公爱孙子 孙子就得心脏病 就像说 有鬼附在你身上 鬼身上的痛苦 就会跑到你身上去 这个叫冤亲在主 所以冤亲在主 会影响你的身体 所以我们点香的时候 要加一点药草 药草 特别各位养成习惯 你胃痛 那你就跟中药店 买一些中药的药草 然后呢 点香的时候 顺便夹在上面 布施给 这些胃痛的众生 包括附在你胃上面的 冤亲在主 然后你给他药了 他就不用附在你胃上了 不然呢 他附在你那边 你就会胃病 附在你的血管 你的血管有病 附在你的腰上面 你就会腰痛 这样 那所以我们 做阉供 目的呢 就是让他们吃到食物 拿到药 那对我们 最重要的是 我们修慈悲心 好 因为念佛千万不要故障 我什么都没做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要跟我说话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这个人 念佛就没有悲心 就不是大乘佛教 他只是执着 我很执着这个法门 我很执着奥马尼伯美奉 如果一个人在念奥马尼伯美奉 还会发脾气 他不知道在念什么 你干脆念 我不生气 我不生气 还快一点 啊 所以各位 要了解 念佛 词咒 诵经 他就要消除我们的贪嗔痴 欲望 生气 谐见 骄傲 嫉妒 就要把这些不好的烦恼 消除掉 就像等一下我们要佛前做食供养 为什么要供养 消除贪心 我把最好最贵的 拿来供养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拜 消除骄傲 我是拿督 拿督很骄傲 我是拿丁 我是美女 那就有一点骄傲 那这个骄傲 它就会让自己没办法修行 因为你外表再漂亮 里面都是大便 对不对 所以你拜拜 那就是要消除对身体的骄傲 佛才是圆满了 没有成佛 你做皇帝也没什么好骄傲 因为做皇帝也会生老病死 所以阿弥陀佛以前就是做皇帝 看到了一个佛 他才觉得做皇帝不怎么样 应该能够出家 将来成佛 能够普度众生 那才是真正的皇帝 帮助众生 所以地藏王菩萨 过去做一颗长者子 看到佛 哇 他也发起菩提心 我虽然是有钱人家的独身子 但是没有佛这么庄严 所以他要学佛 所以地藏王菩萨以前做过国王 所以看到老百姓在造坏事 现在的老百姓 现在更坏 每个人会投啊 会抢啊 会骗啊 所以那时候地藏王菩萨 另外一个国王就发愿 我赶快成佛 帮助所有的众生 那地藏王菩萨 那时候做国王说 我要最后一个成佛 让所有的众生 人类都不要再造恶业 都能够离苦 我才要成佛 所以做一个世间的皇帝 有钱人 不要骄傲 因为有钱 只是你有钱 又不是你让别人有钱 你让大家都有钱 脱离贫穷 那才叫有钱人 那慈悲才是有钱人 如果你自己很有钱 然后呢 隔壁还住一个穷人 那你就是 你要觉得你很丢脸 为什么我隔壁人那么穷 你不知道你住你隔壁 就是你过去世的爸爸 不然怎么会住你隔壁呢 没有语言 怎么会住你隔壁 住了几十年 结果你家这么有钱 隔壁这么穷 请问你惨不惭愧 那你门口还挂个 阿弥陀佛人家笑你 你一定要让别人 有钱快乐 那你才会快乐 这才叫阿弥陀佛 旧苦旧难 所以我想 为了要带大家念佛 我讲那么多 因为佛教的任何法门 没有高没有低 你的动机才是最重要 如果你的动机是慈悲的 那就是大乘佛教 如果你的动机 我心情不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不是大乘佛教 因为你只是为了自己 在念佛 所以一切为自己自私的 都会造成痛苦 一切为别人不自私的 所做的功德 完全百分之一百 要回向给众生 那这才叫大乘佛教 所以各位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想着众生 而不想着自己 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要观察 所有华人 所有人类 所有蟑螂蚂蚁 都变阿弥陀佛 你所在的世界 都变极乐世界 而且念阿弥陀佛 各位要注意 为什么我们佛堂 摆了这么多佛像 这么多佛像是告诉我们 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每一尊佛像都变阿弥陀佛 也在念 每一个人都变阿弥陀佛 也在念 所以 所有众生都变阿弥陀佛 而且所有佛都变阿弥陀佛 就像你在诵地藏经 你要这样想 当你在诵地藏经的时候 所有的佛像 佛菩萨都变成地藏王菩萨 这样呢 等于有百千万亿的阿弥陀佛在念佛 百千万亿的地藏王菩萨 在念地藏经 那这么多佛菩萨在念佛诵经 目的呢 不是加持你一个 我得癌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这样 很自私 反而没力量 是透过你在念阿弥陀佛 百千万亿佛菩萨都变阿弥陀佛 透过你的心 然后把这个光就照到 在念地狱道 恶鬼道 动物道 所有六道众生 都变成阿弥陀佛 所以等于佛光都在照他们 所以等一下我们 也要做食供养 做食供养不是说 哦 我在供养 不能有那个我 佛教里面就要把这个我消除掉 这个我 我值 是所有生命的敌人 所以 你要把这个我完全的净化掉 完全融入于众生 融入于阿弥陀佛 这个叫空性 金刚经一直告诉我们要空 不能有我 现在已经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声音蛮好听 我念大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啊 全部人都听我在念阿弥陀佛 所以有时候我去诅念 我看一两位菩萨念那么大声 我都问他你到底在念给谁听啊 他念给往生者听 不是表现你的声音 好不好听 干脆各位坐海青 还去坐腰身好了 坐海青还去定坐腰身 穿起来比较苗条 那就不用穿海青了 所以我们穿海青 就是要把自己的外表身材消除掉 没有 所以你晚上穿海青去走走看 叫你是鬼 就是要 没有外表没有身材 忘了自己的身材 外表几岁 忘了自己是有钱人没钱人 这个海青的意思代表惭愧 没有我 只有阿弥陀佛 只有众生 学习这个行为 这叫惭愧衣吧 也叫忍入衣 当我们穿海青曼衣 带恋桌就代表不能生气 你不要拿着恋猪去打麻将 带着恋猪跟老公吵架 那你还带恋猪 恋猪是代表手铐 手铐 扣起来 不准骂人 不能生气 当你带恋猪讲电话的时候 你要小心看着恋猪 哇 我在念阿弥陀佛 怎么可以骂人 怎么可以 我跟你说 我跟老公吵架人 小白小白哦 讲是非 那你带恋猪干嘛 那人家说 哎呀 不好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菩萨很喜欢 穿个 老母阿弥陀佛 我是 末末到场 你穿这个 你要小心 有时候 脸都不秀 师父来了 很凶啊 那你就忘了你穿这个衣服在干嘛 我想各位就像我们出家人 每次都摸个头 代表破除骄傲 我出家了 我不能看女人 我不能爱钱 我不能骄傲 我要保持精进 有这个意思 穿这个衣服我不能贪心 我不能一点点贪心 我想的是慈悲 帮助众生 好 所以我想 为了要念佛 为了要诵经 我想一个正确的动机 最重要 所以刚刚各位已经开始以慈悲 做了甘露诗诗 药诗焉供 而且等一下要做大供养 但是我们现在来念佛 不要光想自己 想着至少先想着 马来西亚境内 所有战争死亡的 意外死亡的 所以我很喜欢去跑 湖墓区屠宰场 所以也希望 这个静中 菩提院的菩萨 每个人任养一个屠宰场 每个人任养一个湖墓区 你要一直念 就像你任养祖先 你每天都会回向给祖先 因为祖先是你报恩的对象 但是对祖先还不是大乘佛教 那只是一种孝顺 人天福报 这样而已 你要认为说 这个曼容地区 所有的往生者 生病的人 都是我念佛的对象 怕自己能力不够 所以我们到佛堂来 大家一起念 写了这么多红色的牌位 所有医院 所有老人医院 所有孤儿 还有现在北韩 还有为了发展核武战争 老百姓过得很苦啊 对不对 叙利亚刚打完战 那死了很多人 非洲 很多可怜的人 没有饭吃 叶门 一锁皮亚 所以各位要多注意这个 赶快给他寄钱 就算钱寄不过去 我们就一直帮他修福报 那所有种田的人 那每个人都 什么叫悲心 念一下 生命的责任 生命的承担 这叫悲心 我想你儿子生病 你一定很想替他生病 你爸爸妈妈生病 你心里就好苦 因为这个叫悲心 悲心会让你的心感动 承担痛苦 那如果你念阿弥陀佛 只是为了自己快快乐乐 那没意思 念阿弥陀佛 是要承担对方的痛苦 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 想着他的苦放在你心上 把众生的痛苦放在你心上 这才叫 大悲心念佛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轮回受苦 观音菩萨心里就很苦 所以观音菩萨就是要去听 去感受众生的痛苦 所以他叫观音菩萨 所以我们很喜欢观音菩萨 那各位要以观音菩萨的心来念佛 以地藏王菩萨的悲愿来念佛 那我想不分哪一尊佛 不分哪一个佛像 哪一部经典咒语 没有哪一个高哪一个低 也千万不要说 我是念佛的 我不念咒 你讲这句话就是毁谤佛教 会下地狱的 你也千万不要说 我只念这部经 那个经我不念 那你就是毁谤佛教 我曾经到美国 有一个菩萨说 师父我们来这个道场 只能念无量寿经 他叫我们不要念药师经 哇 我说谁敢讲这句话 讲这句话就是毁谤三宝 你把全地球的人都杀掉了 那个恶业很大 还不如你讲一句话 毁谤三宝一句话 那你要下百千万次的无间地义 永远上不来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 我喜欢念佛就批评人家 我喜欢打坐就说念佛不好 我喜欢禅宗说念佛不好 我喜欢念佛说持坐不好 说密宗不好 我发觉很多人华人喜欢 随便批评人家密宗不好 南传佛教不好 禅宗不好 这些都会让我们下地狱的 这一点千万记住 因为没有一个佛会这么说的 所以每一个佛讲他的经典 你跟他有缘 他为了让你有信心 说这个部经典是最好的 但是他不会去毁谤 所以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 但是我们念佛的人 怎么没有赞叹十方诸佛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做到要点 不然你就不会成佛 成佛要万得庄严 你要万行无亏 什么你都要会 什么好事你都要做 什么法门你都要学 你千万不要说 这个是密宗的我不要学 这个我不需要学 只要帮助众生的方法 都是佛法 记住 帮助众生的方法 一切善良的方法 都是佛法 所以我们也要帮助 任何天主基督教 就像各位 你身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人都像我们妈妈一样 马来西亚的回教 也是像我们爸爸一样 我们希望不分他任何宗教 他们都可以达到 他们所想要的快乐 但是内心里面 不能有一点点排斥对吧 特别男人 我现在问一下 马来西亚政府好不好 很多人给我摇头 不讲话 不讲话 代表你不爱你的国家 你不爱你的国家 所以那观音菩萨说 这个世间都是不好的灾 我才不来 那就不叫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是那个地方 不好 不圆满 有痛苦的地方 才有观音菩萨 有苦难的地方 就必须要慈悲 所以千万不要 以佛法的这个尺度 然后去量这个世界 而去骂这个世界 这个五着二是没有一点好 就像各位你三天不洗澡 你试试看好了 你干脆骂自己好了 那是我们要好好的爱护 利用这个身体来修行的 而不是骂这个身体 把自己自杀了 所以千万不要去骂政府 请问各位 你老公对你好不好 好耶 带一个帮我祝念 带一个小三 帮我生一个儿子 这个叫念佛 念佛你就没有成本心 因为你老公所带来的小三 是你过去的妈妈 生的儿子是你过去的爸爸 真是如此 就像你刚会看地藏经 地藏菩萨的妈妈 因为地藏菩萨 帮他做了很多功德 他妈妈才可以投胎 在他家悲女的小孩子 悲女的小孩子 就是他的妈妈 一般是看不起工人的小孩子 但是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妈妈 一开口就说 我就是哭啊 我是你妈 这样 所以各位这一点 你一定要百分之一百的相信 百分之一百的相信 跟你有缘的 你最恨的都是你最爱的 你最恨的都是你最爱的人 你最爱的本来就是你最恨的 因为你欠他债 你欠他债 所以你必须爱他爱的要死 然后苦的要死 所以各位这个冤亲平等 这叫你有空性 什么叫空性 你讲一切平等 叫空性 空性不是没有 花等于麦克风 麦克风等于音响 快乐等于生病 白天等于晚上 没有分了叫空性 空就是一切平等 白不能离开黑 离开黑暗哪有光呢 没有了 离开痛苦哪有快乐呢 离开病人就不需要一生 离开众生就不需要成佛 所以要我们心佛众生 无有分别 所以念佛 五着恶事要变成极乐世界 那叫念佛 坏人要变成阿弥陀佛 这个人伤害我 伤害我一直伤害 所以我一直念佛念佛 把他念成 他变阿弥陀佛 这样了解吗 你不要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去死了 阿弥陀佛 你下地狱了 那你还念佛 你在念地狱 结果我学下地狱 你下地狱 因为你心里恨对方 你下地狱 所以各位要了解 念佛的目的 现在有人拿刀子要砍你 你赶快念佛 或念观音菩萨 刀子就砍不到你 那个坏人会变好人 观音菩萨这么说 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灾难 所有的伤害你 你赶快念佛 你赶快念大悲观音菩萨 慈悲就会转化一切 但是如果你不慈悲 然后对方就来杀你 所以释迦牟尼佛 要成佛 被魔王攻击 那释迦牟尼佛干嘛 念慈悲心 念他累劫累世 所修的慈悲心 所以那些魔所杀他的武器 都变成莲花 变成莲花 魔就伤害不了佛陀 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 为了渡外道 跑到一个龙洞 那个龙已经吐火 杀死多少人 那佛陀为了渡那个外道 我要去那边睡觉 外道说你敢去吗 你没有龙 没有问题了 拿一颗水果 这个外道想完蛋了 这个人又要死了 我叫他不要去 结果佛陀为了渡那些外道 那个外道叫 平伯加罗加瑟 释迦牟尼佛 刚成佛 渡了三个加瑟兄弟 他大兄弟有五百个弟子 二兄弟有两百五 三兄弟有两百五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初转法轮 渡了一千个外道 变成阿罗汉 在竹林经测 所以佛陀为了要渡他 拿一颗苹果 进入那个毒龙洞 然后一般人都会怕 但是佛陀用悲心 一直想着这一次毒龙 好可怜 以他累世修慈悲心功德 回向给他 所以这个毒龙的火 怎么吐都伤害不了他 念一下 来 慈悲是最好的保护 记住 记住 现在有人要告你 有人要侵占你的财产 你不能生气 你赶快一直吸我慈悲心 对他慈悲 他就不会伤害你 佛陀告诉我们 爱才可以消除恨 恨不能消除恨 血不能把血洗干净 唯有干净的水 才可以把血洗干净 这是永恒的真理 所以你不能去恨对方 所以佛陀用慈悲心 那只毒龙 吐火 吐吐吐吐吐 吐到没火了 又看到佛陀脸这么庄严 就依偎在佛陀的身边 隔天早上 那个 平伯家楼外道 想说 可怜的大比丘 死了 结果佛陀拿个 拨 那龙变成小蛇 躺在里面了 哎呀 这个时候 优罗平罗家 是跪在那边 你才是我的老师啊 带着五百个弟子 拜你啊 结果他两个弟弟 也舍弃这个外道的修行 跟随佛陀出家 这样呢 带了一千个 那平伯撒罗王本来是拜这个三加塞兄弟了 啊 那我们 我师父怎么跟着佛陀来了 到底是谁 谁是谁师父 结果三加塞兄弟看到平伯撒罗王 故意再拜佛陀一次 啊 平伯撒罗王才知道 连我的国师都拜释迦摩尼了 我也来拜 所以平伯撒罗王才会归佛陀 然后盖了竹林金色供养佛陀 所以各位 那佛陀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大的护持 而让这么多人成为佛教徒呢 列下 因为慈悲 所以各位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我们修菩萨道就是不能生气 不能抱怨 这个人骗你钱 哎呀 因为我过去欠他债啊 我惭愧啊 阿弥陀佛 这个人 抢走你的老公 骗你的太太 阿弥陀佛 我过去欠他感情债啊 那你得癌症的时候 你要忏悔 哎呀 我过去大概杀生吃肉太多了 所以我现在有冤情在做 你千万不要念佛念佛回向给他 你赶快走 你赶快走 他恨死你 你叫我走 很多妈妈说 师父 我堕胎两个 我每次参加法会都写牌位 他怎么还附在我身上 如果你有堕胎小孩 等一下中午多登记 你的妇女病一定不会好 有时候你会腰痛 有时候你会头痛 代表你堕胎的小孩还没超肚 我有写牌位啊 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惭愧心 你想要把他赶走 这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赶快走 然后手里抱着小baby 你赶快走 我爱这个 我讨厌你 你让我生病 请问这小孩子恨不恨你啊 他恨你的时候就跑到你脊椎骨里面去 所以你不能有恨 你要用一个真正的惭愧心 好 大家跟我念 保持我刚刚讲的平等心 大悲心 愿成佛 愿向阿弥陀佛成佛的菩提心 无我的专心的念佛 这个叫空性 当你在念佛诵经 打坐 脚什么酸什么痛 你都不要管 这个叫平等 酸等于痛 痛等于酸 不酸等于痛 反正你要平等 你不能说 不酸很舒服 酸不舒服 那就不平等 好 再念一下 来 升起大悲心 发起菩提心 安住无我空性 一心念佛 普度六道众生 父母祖先 冤心在主 今日所作功德 荣露念佛 因为念佛 以念佛为正行 以种种的善根为助行 放生啊 点灯啊 诗诗啊 词戒啊 这样合起来 我们才能够品味高深 而且喂给喂他们 希望你的祖先 从天道变成到净土 由下品变中品 由中品变上品 一直一直一直 包括堕胎胎儿 各位你也不用特别问 我祖先超度了吗 堕胎超度了吗 你只要很努力 他就会一直越来越好 你会有感应 将来念佛 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世智菩萨 一心观想西方极乐世界 净土庄严 佛陀慈悲 你要观想福田 各位要念习 读阿弥陀经 要观想极乐世界 读观无量寿经 要观想西方三圣 这样这么庄严 读无量寿经 要学阿弥陀佛的悲愿 然后呢 这样去观修 所以能够观想西方极乐世界 观想阿弥陀佛 平常多小业障 累积功德 然后呢 不离开菩提心 所做的功德 回向发愿 六道众生 不是自己往生净土 不能一直强调这个 回向六道众生 父母祖先往生净土 那你自己才会上品往生 要叫 发菩提心 身信因果 读诵大乘 劝尽行者 要发这样的心 所以大家念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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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到爸爸妈妈 以对爸爸妈妈的这种感动 承担来对待六道众生 观想所有六道众生 都坐在莲花上 就像整个地球 上面有一个极乐世界的莲花 捧着所有地球 六道 我们用这个围起来 都像一个莲花 桌子 大莲花 载着六道众生 包括我们的堕胎胎儿 往生父母祖先 往生净土 念回向祭 自己要发愿 念佛最主要是要愿 相信我要愿 愿生西方 所以我们现在念 愿生西方 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各位要想 要想 观想 他们都坐在莲花 九品莲花 四色莲花 按照他们的功德 所以孝顺父母的下品 守戒律的中品 发普利心的上品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勿无声 所以到了净土 看到阿弥陀佛 各个开悟了 然后呢 不退菩萨为伴侣 带着他们发菩提心 带着他们参访 释放诸佛 大家念这个回向祭 如果不会念 三十三页 如果你不会念台犯 你会念 最好这四句话 要背起来哦 而且每天观想 修学佛法 不能光 嘴巴念 要心 用心来念 你要真心的去观想 极乐世界的庄严 带着众生 劝进行者 带着众生 所有的狗跟我来 往生净土 他们就变 阿弥陀佛 所有被杀的牛 跟我来 往生净土 所以你在念的时候 看到爸爸妈妈在微笑 放光 祖先 然后所有众生 都在祖先的后面 父母为首 六道众生 都一起坐在莲花 往生净土 好 希望大家 经常 这样子来念佛 以大悲心 菩提心 跟众生 结合在一起的空性 来念阿弥陀佛 既然我们愿意念佛 就要求自己 上品往生 唯有你发菩提心 你的父母祖先 才可以得到 发菩提心 上品往生的功德 如果你自己 只有一个 为追求人天福报 那下品往生 那你的祖先 也不可能 中品上品往生 所以 为了对方 所以我们一定要 非常的精进 发心 那我们才能够 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 当然念佛 也不是干燥的念佛 一个人 发愿要往生净土 还有 第二个很重要的 念一下 来 累积功德 消除业障 你每天都要记着这个 每天广修功德 去老人院 去孤儿院 去放生 去帮助别人 去共生 共加沙 做好事 累积功德 第二个呢 消除业障 那各位要多念 往生咒 然后多拜佛 消业障 如果你业障 没有消除 哎呦 那边痛 那边痛 会障碍你修行 儿子不孝顺 你气得半死 不好修行 所以 那你一定要 多累积功德 累积功德 消除业障 第三个呢 念一下 发菩提心 记得了 大乘佛教就是 念佛为了成佛 一定要记住 我们生命活得的目标 是为了成佛 人生难得 如果把生命拿来 只天天谈恋爱 赚钱买房子 这些带不走的 带不走的 现在年轻人听好 还没结婚了 不要结婚了 马来西亚最缺出家人了 佛堂那么多 就很少出家人 很奇怪 还有我们在外国的 跑来晃来晃去 所以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要出家 个个要出嫁 个个要看美女在哪里 个个要去谈恋爱 那你说嘴巴念佛 然后心里要谈恋爱 所以就代表 没有出离心 也没有菩提心 那这样你永远 下瓶往生而已 下瓶 所以为什么第三句要叫 花开见佛 勿无声 希望大家都早一点 花开了 业障消除了 看到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给你教化 正的空性 你看 如果没有佛给你教化 像我在这边讲了 老半天你也不理我 吃肉人 不要吃肉 吃素好不好 你不听 因为我没有佛的力量 所以 你说你的 我吃我的 肉那么好吃 叫我不要 你再讲我就不听了 走了 所以 为什么因为 所以你一定要花开见佛 你才会听 不要谈恋爱了 OK 不然我有阿弥陀佛跟你讲 因为你业障消除了 业障消除了 阿弥陀佛 你才会 好 我不要贪嗔痴了 我不要执着了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 把自己 把生命 把心 完全的交给 阿弥陀佛 好不好 你没有的 好 你没有的好 就像女孩子 爸爸妈妈 我爱你 但是我要跟我老公 走 走了 你不是爱我吗 跑啦 砍手砍手 叫他们的 砍掉了 他不要爸爸妈妈了 所以 那时候 我还觉得 爱情比孝顺还重要 所以我有结过婚 但是我很感动 我过去那个太太 她有一次哭啊 哭啊 哭很久 你在哭什么呢 她说 我想跟你结婚 我听到心脏会痛 结婚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 我很怕 你不娶我 我说为什么 因为 我希望 她希望 她跟她妈妈住在一起 都不要分开 因为她妈妈是她的养母 我就是这样 被感动了 了解吗 哇 哪有女孩子 这么孝顺啊 哇 这个好 养女孩这么孝顺 哇 我没有一个爱情的看法 因为我只觉得 道德最重要 那现在麻烦就轮到我了 那回去怎么跟我妈说呢 说你想 媳妇不跟你住一起啊 要我去住那边 我红酒去啊 我等于入罪了一样 但是我跟我妈妈解释 我妈妈 我妈这个很合理 哎呦 对方那么可怜啊 因为我那个丈母娘 被她的儿子打 打 从二楼打到一楼 很可怜 所以因为她跟她妈妈要钱嘛 要赌博嘛 她妈妈就跑 后来 有一次她妈妈亲自来找我 说她现在也没地方住了 因为她儿子要打 我赶快安排地方给她住 然后她妈妈说 你赶快娶我女儿啊 我要跟你住在一起 我就这样 好 决定结婚 所以 后来我才知道 我那个丈母娘 做过我好几次妈妈 原来如此 然后后来结婚以后才知道 哇 她家有钱到几点啊 我都不用贪啊 所以我就这样 怎么赚都没用 怎么赚也比她家 赚不赢她 也因为太有钱 所以我出家了 因为有钱很痛苦 没有用 所以 人没有钱 还会努力努力努力 然后有钱以后 很孤单 很痛苦 因为钱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我在最有钱的时候 我的妈妈得癌症 我的妈妈得癌症 那我的儿子也在开刀 什么 耳朵发炎 开刀 我儿子在那个医院 我妈妈在医院 这个癌症 我两边跑来跑去 那时候我才会开悟啊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钱没有用 我跪在地上 念地藏经 然后 我终于了解 佛教的真正的意思 因为做生意 没有把一部地藏经 看完过来 没时间 那一次跪在地上 然后送地藏经 因为我妈妈正在痛 慢慢念慢慢念 而且了解里面的意思 哇 我觉得地藏王菩萨 好伟大 为了帮我妈妈 我应该学地藏王菩萨 发愿 修行 出家 希望我妈妈不要痛 不要痛 结果我发了这个愿 隔天早上 我妈妈就不痛了 不痛了 她就要求要出院了 结果出院以后 医生说 没办法 你就先回去观察吧 看怎么样 结果我妈妈 第三天还跑到大医院 最出名的医院 在检查 那个医生说 这个没事啊 这个发炎啊 没事啊 妈妈回来很高兴 拉着我的手 我的书名叫 你替妈妈发什么愿 你一定要去做 因为她知道我孝顺 她痛我就吃素了 人家告诉我 吃菜吃菜 一会好 我就吃素了 我也不了解佛法 那读了地藏经 我终于了解了 所以我跟我妈说 有 我有发愿 你发什么 出家啦 出家 我妈妈哭啊 一直哭啊 你们能出家啊 我跟我妈妈说 妈妈没有你 我就看不懂地藏经 所以我现在很想出家 也不是单纯为了你 因为我已经了解了 妈妈你很苦 生病 家里有钱生病 我丈母娘也很苦 这么有钱 因为被儿子要追啊 要打 我也很苦 生了一个小孩更苦 爱他爱得半死 不知道怎么办 晚上没看到他都不行 我也很苦 妈妈这个世间 爱也苦 不爱也苦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健康也苦 生病也苦 当你躺在那边 我在医院那边 我这么健康 跪在地上 我觉得我健康没有用 我帮不了我的妈妈 而且医院这么多人 在受病苦 我们在忙着赚钱 哎呀 我觉得这个很自私啊 人家地上王菩萨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众生度尽 乃至下地狱度众生 太伟大了 我不好意思说 妈妈谢谢你生病的 你不生病 我就不会了解佛法了 所以我已经找到我自己了 你放心好了 我出家一定不会痛苦的 我就是想要出家 不出家我才痛苦啊 所以我那时候 没办法上班啊 没办法赚钱啊 所以整天像 像行尸走肉一样的痛苦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 如果不去慈悲 活在这个世界 没有意思了 那我要出家 我太太天天哭啊 那我跟你出家 那我说还要出家 小孩子一起带来 就开一个家 那还要什么出家 他不管不管 不然我要死 这下不知道怎么办 我连出家都很苦呢 太太哭 全世界只有一个人 支持我出家 就是我儿子 他妈妈把他打了半死 他还是要我出家 所以很苦的 我要离家的时候 我要离家的时候 我儿子被他妈妈 用一夹子 啪啪啪 一直打 然后我心脏快裂开了 但是我 小孩子又不哭 因为他忍 他知道一哭 我就会心软掉 他知道他一哭 他妈妈就得逞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这样走出去 我心里很痛 那我知道小孩子也很痛 但是他为了成就我出家 他忍了痛 所以这一点 各位最难是这个了 放不下 放不下 我认为做妈妈最困难 很多我们那边 很多女孩子出家来出家 老公放得下 买差别 儿女放不下 人家结婚你也要管 有钱 他快死了 老皮球你快死了 师父 我这个银行账簿 什么事 供养是没有 没有了 交给我儿子 会花去 他的钱 要交给他儿子 他儿子一来问说 我妈妈有没有留什么存款 这就是 小缺点 所以各位 放下最困难 往生极乐世界 最困难就是 出离心 阿弥陀佛没有问题 但是放不下 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出家 那个时候 对我来讲很苦 因为我想到我儿子 我就会很痛苦 哭 很想偷偷跑回去 我在南部出家 后来我到南部 我有时候经过北部 我都站在十字路口 偷看他 有没有看到我儿子 看到我太太 我赶快跑 我就要看我儿子 看一眼也好 那个时候 这个要挣扎一两年的 虽然出家了 后来我师父都知道 我这样 所以我师父就叫我说 你去多去孤儿院 老人院 去照顾那些小孩子 小孩子 就把我对我儿子的执着 慢慢放下 虽然我外表出家了 但是 但是我的心 就会想着我儿子 但是我想我儿子 我那时候更惭愧 为什么 我之前有堕胎一个小孩子 不是跟我太太的 那我就想说 那我 我对我儿子这么好 对往生的儿子就不好 没有想过他 所以我现在发愿了 所以各位等一下 有堕胎筛合 包括你妈妈 写一写 这里面有一千六百个小孩子 一千六百万 一千六百万的小孩子的名字 我永远都带着 包括我两个弟弟 包括我的儿子 这样 都在里面 但是我永远都带着 你去执着 要变成慈悲吗 我对我活的儿子这么执着 那我对我死亡的 小孩子 堕胎的 不慈悲 所以我知道我错了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 所以佛陀说 很好 你去慈悲众生 就是断除你的执着 断除你的烦恼 最好的方法 所以大乘佛教 也要我们 帮助众生最先 你去帮助众生 你就很快 正的空性 无我的空性 如果你纯粹在那边打坐 一直消除自己的烦恼 你反而不容易 正的空性 最多正的阿罗汉的空性 而不是一种 大悲心的空性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李俊英医师 COVID-19病毒传染力强 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 避免重症最有效的方法 提醒您 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 接种疫苗 接种后 请留在现场休息 观察15分钟 如果您曾因 接种疫苗或注射治疗 发生急性过敏反应 则要留在现场观察 至少30分钟 接种后 如果持续发烧 超过48小时 明显过敏反应 或接种疫苗后 28天内出现 严重持续性头痛 呼吸困难 下肢肿痛 皮肤出现出血点等症状 请立即就医 并告知成 接种COVID-19疫苗 接种疫苗后 也要持续正确洗手戴口罩 避免群聚并落实防疫措施 让我们一起努力 守护彼此的健康 在那深光之时天空中 圆满之灰尽乱缩放光 小处一切众生与美安 与自在佛妙 因我定义 祂能够生与美安 世难之中就我问书是 欧玛拉伯扎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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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是舍生一举世 一切情人好有君别离 若如胸横此身手中是 拯救死亡恐怖万殊是 欧玛拉伯扎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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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阴一世 转胜头太世 愿你把泪修法无瑕地 身为手持佛 发声发装 有腹中心指甲问术师 来世获得人 天高贵香 记得庄年下满人泪身 心疯痴症 发脉山之时 祝愿火山教会问术师 哦 马拉伯萨纳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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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慈悲于方便上发誓 教我精通海量诸经文 定能如法教授诸众众生 自愿决策指甲问术师 哦 马拉伯萨纳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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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世世 我为力众生 所有财富无灵作施舍 五三乱行 休息 禅定等 圆满六度 大幸 问术师 哦 马拉伯萨纳迪 哦 马拉伯萨纳迪 小处师苦 热闹 情凉寂 今乱滨山 至于远游蓝 调入三义 你还难征兴 慈悲救我 祝你问术师 哦 马拉伯萨纳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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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不尽路 生生之间道 一心相去 解脱安乐道 愿天使心 路身 多忌盼 斩断连世 千生问术师 哦 马拉伯萨纳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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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其入籍自立耶和陵 观看光大佛道前清廉 只焉蒙首无名悔安障 消除无名念无闻殊胜 欺求是我生生于世时日 以至生光佛发大海洋 愿为满足众生所需求 如愿圣成大佛万书是 欧玛拉伯扎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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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生命天使用爱创造新世界